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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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小时 今次要说和抗争相关的事 其实都是上星期发生的 由星期六至星期日 這次是港鐵一個新的應對措施 其實我都不知道怎樣說 因為你們有這麼多示威者經常去圍地鐵斬 先不要說噴火 你們經常都圍職員說 你都沒有好好保護乘客 你們都不能夠在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去捍衛乘客的權利 港鐵就說 你說我們捍衛不了你的權利 那就索性封閘 另外一個說法是由央視主播說 加上梁振英說 你不停運走一些 你好像運兵車一樣 不停運走抗爭者或暴徒 到處去不同的地方作亂 其實是坐就為樣 結果星期六由九龍灣去調景嶺到封閘 還要誇張得十點九 宣布十二點封閘 其實都幾離譜 只有一個小時時間就好 結果星期日就一樣 又是去到早上十點左右 就宣布這個 他今次就聰明一點 因為你由九龍灣封到調景嶺 其實一年封了一大段路 如果你住居的人 你就真的癱瘓了 但今次在星期日就聰明一點 他就挑戰封 封了荃灣西、荃灣和葵坊 沒有封葵興和大窩口 你都還有某程度上的交通幹線 可以走得到或是搭得到 當然這個港鐵停駛 就牽涉到很多的問題 首先我們當然去看的就是 你覺得他的問題在哪裏 即是對於乘客也好 對於抗爭也好 你覺得他的乘客或問題在哪裏 我都不明白為何要抗爭 問題就是 你走進去抗爭 我們都是駕車的人 你不要 即是港鐵停駛之後 我就發覺 被人說我們不知道就怪 我都不搭地鐵 我都不搭地鐵 你小心點 我的問題就是 你有多些黑衣人搭地鐵 他不在地鐵 他不在地鐵 他打來打去 他沒有坦換地鐵 沒有坦換地鐵 你搭地鐵 那些人搭地鐵去了那裏 你沒有需要封了他 即是你反對港鐵的做法 我那裏不是有他 不是 因為問題就是 那些暴徒或抗爭者 他就把裡面的滅火筒 燒煌牛 就噴到周圍 反過來 警察現在都不理會了 就衝進去地鐵監 即是未衝進去 起碼在門口 走進幾步路 又射催淚彈 又拘捕市民 又拘捕人 你搞到裡面亂租租 又搞到裡面有催淚彈 胡椒彈 不如我便封了一個站 這個就是地鐵的說法 是的 地鐵的戰鬥 是的 如果他不是港鐵的話 他只不過是一個普通商場的話 他說 今天很亂了 我還是關門打吉 不廢做生意了 不廢做生意了 我又被人罵 然後你又打爛了些東西 我不知道有沒有可以賠 我不做生意了 其實那個想法可以是差不多 概念是差不多 就是和運兵無關 和運兵無關 問題就是港鐵站的 如果你覺得 那個港鐵就未必是可能 市民觀禁可能是一回事 不是 那個問題是究竟這件事 是不是港鐵話事 是的 還是政府落單 而全世界都不覺得是港鐵話事 因為之前搞了那麼多事情 又不見你封斬 你央視的主播講完之後 說你是汪運暴徒或是逃走 你就立刻封斬 你站著政治的角度來講 就是另一件事 就敏感了 還有另外一個角度就是 除了因為有 剛才所講的央視的看法 導致到時間 那個時序 被人覺得有這個聯想之外 就是你港鐵不同一般的商場 就是香港的交通 港鐵的角色很重 你一停了 就是飛站不去那裡的時候 那些市民真的會帶來那個不方便 那些影響是大很多的 其實因為我比較熟悉 那個情況是怎樣 我可以說多一點 這個批評是什麼 其實以前港鐵已經我應對 譬如舉例 譬如我們說 葵青站打架 那樣他會怎樣做呢 就是所有車都不會在葵青那裡停 飛站 是的 但是他就會在葵青有些車 接駁去 即是給出不給入 即是你去葵青站又搭不到車 但是在葵青站裡面的人 他就還有車可以 車去其他地方 他考慮不是運用暴徒 那麼簡單 而是有市民在車站附近 他們都要搭車 現在你的做法就是 你把暴徒和市亡群搏在一起 總之那個地方有暴徒 我們整個站就不給所有人用 是無差別的 你講的問題就是 他其實是想保護滅火候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不是我 那你沒辦法 他不是無差別的人的問題 應該是財物的問題 這就牽涉到藉口問題 究竟滅火桶的消防喉 是否真的重要到你要封閘 是全香港的市民都用不到呢 現在這個就是第一問題 第二當然我就再拉遠一點 你看回星期日 我們還未知道 但星期六就是 你覺得那些抗爭者 會因為這樣去不到現場嗎 又是原來不會 而且反過來我告訴大家 在現場的人會有什麼想法 原先就是因為隨時有地鐵 他看到警察有什麼警罰 有什麼不對勁 他們就立即乘地鐵走 你現在封閉地鐵 就是搞到那些人走不了 結果突然間你看到星期六 就因為走不了 走不了便被迫住 這些都是他們想的那些屎叫 發覺是完全做不到他們心目中的那種作用 我覺得這樣 因為從管理角度去看 通常這些狀況 我不太相信爺會落命令 多數人都是路撒嬌 他路撒嬌 他路撒嬌 阿爺說我們要做事 召開高層會議 召開高層會議 但是當你做事的時候 你是沒有跟警方協調 就是屎表會自己想出來 警方多數如果你是一個 稍為對於戰爭 有少少認識的人 都知道 一定要留一條路讓人走 你不可以做困獸鬥 除非你想全簽 除非你說 不是 想把暴徒機關掌全部掃嬌 在幹不留置 就擁絕後患 那你就不讓他們走 如果不是 你要留一條路讓他們走 我覺得整件事是 整件事大家 這個擦鞋溝通 就是大家 我不是做了我的事 你不要說我沒有做事 你不會去想 究竟戰鬥之後 他可能也有個考慮 因為就是 你讓他走 他就去第二區搞你 那我連地鐵站都沒有 你就去不了第二區 結果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封不完 你封了九龍灣去到調景嶺 他就去黃大仙繼續搞 結果你晚上 人們就在黃大仙搞 那一去到黃大仙就關掉了 因為你又有地鐵 那你是不是封了黃大仙站 那你封了黃大仙站 那你封了黃大仙站 別人去旺角 那你就封了黃大仙站 你想下去 口位不合理 結果你全香港人都不搭地鐵 於是就牽涉到 剛才Kevin說的第二個問題 我一直都覺得 你香港的交通政策 一直都在說什麼 是政府說的 鐵路主導 鐵路主導 鐵路主導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減輕馬路的負擔 讓多數的香港人都用鐵路 最有效率的大眾運輸 現在不是 你跟我說 喂 有什麼群眾運動 我們就會封閘 那你完全推翻了政府 一直說的政策主旨 政策主旨就是什麼 打風都要召開 有什麼重要事故都要召開 因為全香港的命脈就是靠 這是周庸說的 他說 如果你佔中 然後他佔地鐵站 香港的血汗 癱瘓 心臟病發 中風 現在你就是正如周庸說 就是由你地鐵公司自己去做 這件事我就覺得很離譜 但可能他未必是不為意這件事 又或者他專程這樣做 就是因為他知道要多人搭 這是我們出賣我們的資產 那個階級 我們駕車其實不關心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 他就很關心 我很關心 為什麼要地鐵主導 應該是要多建一些路 OK 但問題就是說 他就知道很多大眾市民 是緊張這件事的時候 如果他有陰謀論 就是我就是停了他 等到人們覺得很不方便 但從來這個就是 後果是怎麼樣 你停了他之後 那些人是怪暴徒 你口中的暴徒 還是怪你呢 其實如果純從形象方面來說 我寧願你一路打地鐵 那些人會怪我 那些暴徒會怪你多些 你現在停了地鐵之後 一定會怪你 我寧願有這麼亂 給我 我是政府 我寧願警察全部不出動 給你打閘搶 那些什麼 希望你發生什麼事 但不做暴力 你沒有警察的時候 對 我寧願是這樣 好過你搞來搞去 又打這麼多事情 給我 你為立法會 我讓你走去立法會 搞一大輪 你讓你走去 等你養手 沒錯 有你搞 如果被外政府 就是這樣做 這就是責任問題 那些暴徒是沒有辦法去關閘 你關閘閘 當然有些黃絲都很擔心 這是陰謀 讓乘客怪示威 最壞是搞示威 你示威 搞到站封殺 我們沒有車 但不行 因為這個想法很迂迴 如果有些人 有什麼就罵人 那些人 這個想法是很直接的 最壞就是你 他不會想 最壞就是你 搞到別人這樣做 結果什麼差都沒有 你已經被他們來到 什麼 來到戰鬥打 原來他們搞了一大輪 搞到我搭不到車 現在你被迫著車 我開不了 整個輿論戰 那樣東西 全錯了 所以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有很多抗爭者 應該很開心 你這麼辛苦去推門 不讓人進去 你搞到你被人罵 現在政府幫你做 還要有人把政府 那不是最合適嗎 機場一樣 有一個做法就是 政府說取消航班 有一個做法就是 你抓住那些人去 現在政府說取消航班 去港鐵這樣 現在禁制你這樣 但還是要說一件事 我們香港市民 不要看事看得這麼簡單 為什麼今時今日 我們突然間發覺 沒有了地鐵 就突然間會斷了 你們有沒有想過 政府這些政策 其實都是 將很多東西 所有雞蛋放在籃子上 你現在籃子一出事 你就會發現 原來你連街都下不了 因為很簡單 你封了地鐵 你以為還可以坐巴士 昨天就示範給你看 當警察連觀塘都封閉 你就是什麼都去不了 真的走路 你以為坐的士 所有人都坐不到地鐵 就會搶走的士 整個九龍灣就變成孤島 整個觀塘就變成孤島 你們有沒有想過 地鐵最快最有 搞到整個街道都是小巴和巴士 你有沒有想過 這些事情 你自己有分足 這是很不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 尤其是公共交通系統的時候 變成一個選擇 突然間很狹窄 很多人經常都用效率去想 最有效率就是地鐵 因為這些都包括 那些泛民議員 其實都是這樣想的 私家車是很邪惡 我才不會說他們會否反對起路 但他們肯定反對私家車 但問題是 你將所有東西都限制成一種交通工具 這種交通工具 就變成政府可以駕駛就範 或者反過來說 他一出事便大家都回答不到 好 這一集就到這裡 他人也不在於這集 我會訪你 我會訪你 不會訪你 我會訪你 他會訪你